而採用黑色的原因 希望黑色和白色之間可以做調和 令視覺感更加舒適 今次的設計單位位於觀塘海匯 戶主比較著重藝術氣色 所以設計團隊將北歐風格 和後現代風格結合 為戶主打造出簡約時尚的理想家居 客廳方面 整體風格以北歐風格為主 用後現代線條 來提升空間的細節和設計感 梳化後面的長身 只用了黑白兩色的顏色去配搭 而採用黑色的原因 希望黑色和白色之間可以做一個調和 令視覺感更加舒適 而飯廳的長身 就用了白色的雲石設計 增加時尚感的同時 又能夠保持乾淨整潔的感覺 而且入門口方面 左手邊的部分做了一個鞋櫃 設計師用上一個弧形的線條 令到空間同一個櫃之間 可以整體有個整潔感覺之外 亦不會破壞整體規劃性 主人房的空間比較大 貢設了客廳乾淨整潔的設計風格 在床頭和床尾的部分 都採用了金屬來做裝飾 設計師明顯細節上 用了一些石材和金屬 去提升家屍的品質和氣派 旅旅房採用後現代的荷蘭派藝術風格 房間裏所有傢俬的長身 用了一致的顏色 貫徹整間房間的設計 囝囝房的設計 用了更加活躍趣味的設計 床可以除了做睡床之外 亦都可以當作一個稀氣的平台 高低坐落的傢俬 可以滿足大藍牙的稀氣感 讓我回来 咱們開始 馬上 那裡 我們坐在那裡 一會兒 我們坐在那邊 快樂 我們坐在那裡 坐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